当地时间25号,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瓦格纳雇佣兵集团人员已从俄罗斯南部利佩茨克州和沃罗涅日州撤离 截至目前,上午瓦格纳雇佣兵集团人员最终去向的相关报道 俄新社25号援引俄罗斯利佩茨克州州政府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报道 24号,在利佩茨克州停留的瓦格纳雇佣兵已撤离该州 当天早些时候,俄新社援引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的话报道 瓦格纳雇佣兵正有序经该州撤离,未发生任何冲突 据总台记者报道,25号当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仍处于反恐行动制度状态下 市政府宣布26号为非工作日,整体而言,城市生活处于正常状态 此外,俄罗斯央行当天发布公告称 6月26号星期一,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照常进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4号晚上表示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总统当天上午通电话商定 由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的事件居中协调 最终目标是避免内部对抗 根据白俄罗斯方面协调的结果 瓦格纳雇佣兵将返回自己的营地 针对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创始人普里哥任的刑事立案将被撤销 普里哥任将前往白俄罗斯 佩斯科夫说 因24号叛乱行动而宣布实施的反恐行动将在近期取消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 瓦格纳雇佣兵集团人员及其所有重型军事装备 24号深夜已完全离开顿和盼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州州长戈鲁别夫证实了这一消息 顿和盼罗斯托夫是和南部军区总部所在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